歡迎來到理財同樂會 今天的主題是 台股最近上萬六創下歷史新高 同時出現高檔震盪 蠻多人都知道買0050或是ETF 卻不知道其實你可以有其他方法買大盤或是放空大盤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 一定要投資大盤然後可以進行避險 確實一般大多數人不管是在持有股票 基金還是ETF等等都是以持有現貨的方式在操作 但在遇到市場下跌的時候 難道我們就只有賣出這種做法嗎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為大家介紹一種用來避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就是期貨 所謂的期貨概念就是兩個人 我們以事先約定好的價格 到期日以及數量等作為契約 等到期日的時候再進行商品交割的行為 就很像是如果小外農夫今天可以跟麵包店 事先先約定好麵粉的價格 數量以及交易時間 假設約定三個月後要交割 到時候雙方都只需要按到原本的約定進行交易 這樣一來不論三個月後的麵粉價格是多少 農夫都可以鎖定過例 麵包店也可以固定成本對吧 對的 這樣子的交易方式比較原始 我們就稱為是遠期合約 那如果你今天現在市場上想要買進或是發工大盤 則是在期貨交易所就有交易 一樣可以通過網路下單 只是數量啊交易時間都是由期貨交易所來規定 也就是現在正規的期貨 那以台灣股票價權指數來說的話 有什麼期貨是可以這樣操作的啊 目前啊在台灣的交易所啊 以台灣價權指數做為標的的期貨有兩種 一種呢就是俗稱大台的台股期貨 那第二種就是俗稱小台的小型台子期貨 這兩種期貨的標的是相同的交易時間也差不多 最主要的不同是在於大台的每點價值是200塊 那小台的每點價值是50塊 那大台呢就是小台的四倍的規格 所以簡單來說其實買進一口大台就等於買進四口小台的意思喔 是的 可是我知道期貨的風險很高耶 操作期貨會不會很危險啊 的確喔在這裡要提醒各位新貴派 期貨是屬於高風險高槓桿的金融商品 那高槓桿的原因就來自於它的保證金制度 所以是保證金 保證金制度呢就是我們以一口小台為例 小台的每點價值是50塊錢 但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買入一口小台 大盤只要漲一塊錢我們的獲利就是50元 然後只需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的保證金 我們就可以去操作一口小台 等等等等 只需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的保證金 就能操作一口小台嗎 可是以大盤現在一萬六來說 乘上你剛剛講的每點五十點 那一口小台至少要花八十萬才能買吧 沒錯喔你說到重點了 就是因為我們只需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的保證金 就可以操作價值八十萬的一口小台部位 所以以期貨的保證金制度呢 其實是使用了接近二十倍的槓桿喔 哇這什麼開大絕的概念 那槓桿真的是蠻高的耶 就是因為啊期貨的風險特別高 所以保證金制度中還有一個 這個維持保證金需要注意 這是維持我們的持有部位後的最低保證金額 當我們的保證金額損失過多的時候 整體的保證金就會低於我們的這個維持保證金 那就需要把保證金的金額補足至 原始保證金的水準喔 我知道了 就像是小台的原始保證金是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 假設我現在買入一口小台齁 它大台就跌了兩百一點 以每一點五十元來計算 我就等於損失了一萬塊 那我的保證金就從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 扣掉這一萬塊 剩下三萬一千七百五十元的保證金 付足維持保證金三萬二的金額 就需要再放一萬塊讓保證金回到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元對吧 是的沒錯 在維持保證金付足的狀況下 一定要記得去補足或是把它平倉掉 否則可是會被強制平倉的喔 那強制平倉會怎樣 強制平倉的就是起貨商 強制把你的部位給平倉掉 不給你參與這個遊戲了 講這麼多到底要怎麼下單起貨 等一下你們之前有六步驟買個美股 這次就該放我教大家如何交易起貨了 首先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還是一樣就是要先開戶 新貴派你們 證券戶跟期權戶是不一樣的喔 證券戶是用來交易有價證券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股票ETF 而期貨選擇權等延伸性金融商品 則是使用期權戶做下單 不過現在大多數的證券商跟期貨商都是有堅飲的 所以你想找證券商開期權的資格也是OK的喔 對的 開戶永遠都是新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啊 就像是剛玩遊戲的時候 一定要跑新手教學是一樣的意思 良好的基礎跟風險認知 可以讓自己掃走很多願望路 所以一定要鎖定我們理財同樂會每週發布的影片喔 目前期權最主流的交易方式 一樣是兼職下單 所以開完戶後 你可以依照各家期貨商的新手指示 來進行下單APP 當採好這個APP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第二步 認識交易方向跟合約規則 期貨的交易只有兩種方向 那就是買進做多跟賣出做空 假設期貨的價格今天現在來到16000點 你認為之後還會繼續再漲化 那你就可以買進做多 如果你認為之後會跌的話 那你就可以賣出做空 是不是很簡單呢 聽起來是蠻簡單的 所以假設我現在要賣出一口小胎 大盤漲了100點 我就虧了5000塊 那如果大盤跌了100點 我就獲利5000 對吧 沒錯 期貨的交易方向就只有二折一 相較於我們之後要介紹的選擇權來說 期貨可以說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中的初階班喔 這樣聽起來也是 有些人的時間不多 用方面看出個股的基本面阿 或者是研究ETF 確實可以單純透過買漲賣跌大盤的總事 來得到一定的報酬喔 是的 那決定好我們要做多或是做空的方向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選擇交易的月份 以小台為例阿 期貨的交易可以選擇周結算 或是月結算兩種合約 那如果是以周結算的合約的話 那就是每個禮拜的星期三 如果是以月結算的商品的話 那結算日就會在第三週的禮拜三喔 所以如果是以2021年的五月份為例的話 小台五月份的商品結算日就是五月十九囉 沒錯 那當我們買進或是賣出一口合約的時候呢 我們就稱為我們建了一口新倉 那在這邊我們要提醒一下各位新規牌 當你想要結束一口期貨的部位的時候 你不能就是直接去反向建一口新倉喔 你是要去使用品倉 萬一如果我不小心買了一個小台 在要結束的時候 就去賣出一口小台 就變成我兩口欸 對那你就會變成同時又用反向的兩口 你又做多又做空 就感覺是在賭場裡面又壓重又壓錢 那樣的直接虧爆 那像我們之前有介紹買賣證券的手續費 以及交易稅 那期貨的交易成本又該怎麼算呢 期貨它跟一般的證券交易是一樣的 一樣會有手續費跟交易稅 那無論是在建倉或是平倉的時候 都需要繳交手續費跟交易稅喔 那手續費的部分的話 就是各家期貨商的事情 像投資人收取的 那交易稅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投資者交給期貨交易所的 所以是固定費率 那以大台跟小台來說的話 目前的費率都是 十萬分之二 那像我們前面有提到 一口小台的價值是八十萬 是 所以這個八十萬再乘上交易稅 就是十萬分之二 也就是說 但我交易稅其實只要十六塊欸 滿意氣急的 對 那我們就是在買住跟平常的時候 都需要用到一個交易稅 那有關其他種類的期貨交易稅率 也可以上台灣期貨交易所的網站做查詢喔 那我懂 我明天就來吧 上下來試試看 欸等等等等 先不要激動 期貨也是有交易時間限制的喔 那期貨的交易時間一般可以分為 一般交易時間跟盤後交易時間 一般交易時間呢 就是你天日的早上8點15到下午1點45 簡單來說就是你證券扭開的時間 比股票交易早15分鐘 那比股票交易晚15分鐘收盤 而盤後的交易時間就是俗稱的夜盤 夜盤的交易時間呢 是從營業日的下午3點到隔天早上的5點 所以就算是國外半夜發生了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即時的用期貨進行操作喔 哇這樣算一算的話 每個營業日的時間 它交易時段高達19個小時欸 這非常方便 是的那等等我們就自己來下單看看好了 好我要趕快先去開一個期貨戶了 以上就是我們對期貨的基本介紹 你喜歡交易個股還是期貨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還沒關注我們的新規範 請個分享給你們想要投資期貨的朋友們喔 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內容 請幫我訂閱和小鈴鐺 可以追蹤我們的IG跟FB喔 那我們一起來開討論會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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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大的朋友 一些別人 いい過程 小鈴鐺